豪季县政府农业处率领县内五大农会北上办理花莲大西瓜推广行销之后呢 各产区农会订单也如雪片般飞来 那瑞穴香农会大西瓜今天也配送上架了 西瓜农表示今年受到气候影响大西瓜是小了些 但是口感品质还是非常的可口 也欢迎大家来选购品尝 本月14号跟着县政府农业储备上台北办理花莲大西瓜推广展售的瑞穴香农会 之后就开始忙着严选西瓜包装宅配上架 让全台消费者在第一时间内品尝惊下第一口沙翠甜的瑞穴大西瓜 我们瑞穴的锈钩链西大西瓜从5月初开始出产 那整个生产面积大概有30公顷左右 那由于今年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 那虽然瓜形不大 但是整体的口感并不会输去年 所以我们希望说喜好我们这个花莲大西瓜的这个消费者 可以来跟我们农会来做一个洽购 瑞穴西瓜农沿着锈钩链西河床沙利地 种植将近30公顷的大西瓜 然而今年受到气候影响西瓜产量减少 而且体积也小了些 但是西瓜农细心照料 今年老到所种出来的西瓜品质不输以往 甚至每棵都在水准之上 不用挑就特别好吃 基本上我们在挑选西瓜的部分 我们需要看这个西瓜的纹路 它如果纹路有开的话 那表示它就已经成熟了 那第二个我们就拍打听它的声音 那声音如果是比较清脆一点的话 那表示这个西瓜也是很好吃的 瑞穴的大西瓜应该也不用挑选 就是直接采购就对了 那我们的西瓜都是有一个品质的保证 今年瑞穴大西瓜小了一号 农会严选平均都20到30斤左右的西瓜 瓜果纹路清晰 间隔大 拍打实 清脆回弹的声响 除了表示西瓜完全成熟 口感香气 甜度与水分都属上上品 相当值得大众选购品尝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道